師傅,剛才聽你說到屬蛇在2019年要特別小心 我想問一下,其實在病來講,有沒有什麼病特別要小心呢? 可以注意到,預防到? 明年來講,屬蛇和豬是相沖的 這些是逆馬逢衝 逆馬逢衝通常是交通意外,關節痛 女性來說,苦科是很容易產生的 男性來說,頭疼、頭痛等的情形都會比較多 那些頭痛、肩頸痛的特別會多 明年來講,而且這樣衝發的時候 一般來說都是這樣 你以外,譬如這樣講,我交通意外,撞車,撞傷頭 然後頸部,頭頸不舒服,它是一段比較長的困擾來的 所以出點屬蛇的朋友,真的要怎麼講 凡事小心點,我就這樣講,如果做事的能夠 慢慢去做,處理好一點的,我想沒什麼大問題的 因為大家想心一層,通常來講,意外的發生是一時的心急而引起的 如果你做事有計劃,跟計劃而慢慢去做的時候 我相信那些意外性會特別會少的 我們叫做這些,好像兩個人駕車,駕鬥快,會出事 明白,多謝方勳師傅,跟我們講了熟蛇身超 在2019年,我相信真的熟蛇的人士要非常之小心 謝謝大家